自由女神像经被人打了 还哗哗地流出草莓酱 而她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探员骑在雕像的鼻子上 用棉签提取一些样本 经过检测 陈好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由12种不同的血液组成 进入雕像的建筑内 他们还发现了一名已经愈害的女保安 她被人才认的割喉 当晚和她一起值班的男保安 现在已经不见了踪影 她也成了最大嫌疑者 探员很快在观影椅上发现新的线索 上面带着血迹 还被一根钢丝固定 她一眼望去 一个坐在板凳上的男人 正一动不动地看向他们 探员都以为男人正是失踪的男保安 仔细望去发现她有点不对劲 他们火速赶往现场 才发现男人已经面带着微笑死去 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关穿 但她并不是失踪的男保安 探员顺着带血迹的衣服拉开一脸 写着还会再死两人的子样 这分明是在挑衅 经过法医坚定 男性死者的血型 与雕像上发现的血迹相同 更让人惊讶的是 凶手先抽开她的血 随后才泼到雕像的身上 根据她的死亡时间断定 她才是第一个遇害者 并分在雕像里遇害的女保安 法医还在她的孔中取出一个铁片 这是一片音乐盒上的重要元件 对元件组装后可以形成音调 探员很快联系到音乐盒的主人 竟确认这个物件确实是她的 但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丢失了 他们给女孩看了遇害者照片 可女孩根本不认识她 这扑朔迷离的案件 让案情再次陷入僵局 很快伯伯勒有了新的线索 曾被认定最大嫌疑的男保安被找到 指纹也和雕像内留下的吻合 但她只剩下一条胳膊 经过法医鉴定 在胳膊切断前 男保安就已经死了 提取的12种薛养本中 除了前两个被害人的 他的也在其中 伯伯勒从观景移上的铁丝 也得到一次线索 他是用在钢琴高硬件上的琴弦 这种琴弦在市面上很常见 接连遇害三人 这让探员想到 第二个被害人的身上 写的还会再死两人的字样 他们首先来到男人的住处调查 啵啵啵啵发现 这里几个月前也曾是犯罪现场 当时一个年轻女孩在这里被害 但案件至极为迫 房东带他们打开房门 发现这里才是男人被害的第一现场 就在这时 电话的留言功能自动响起 只好立刻意识到 凶手正在暗中监视他们 面人立刻拉伤窗帘 随后对这里一一取证 但桌上的一个红色相机引起他们的主意 里面竟然又是一名受害者 探员通过对电话留言的定位 在根据照片上所留下的信息 他们很快确定被绑男人的位置 就在两人搜索时 似乎听到了什么声响 他们跟随声音来到一个大鼓前 但让人惊讶的是 男人的舌头已经没了 还没等陈好了解情况 男人就在医院去世了 在他的手机里 发现一段事先录好的视频 经过对视频的分析 再加上几名遇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住在同一所公寓 而且几个月前 他们都目睹了女孩被害 但凶手至今还未抓获 就在这时 法医那里又找到重要线索 在第四个被害人的口中 发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 这已经是凶手刻意留下的第二个线索 因为凶手之前说过还会再次两人 这个在音乐会的人 会不会是他下一个作案目标 来不及都想 他们迅速赶往音乐会现场 很快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他见形势不妙 立刻逃离现场 但还是没能逃过波波勒的追捕 审讯的过程中 他只承认几个月前杀害了女性 但对于近期的四个死者 他拒不承认 由于暂时没有证据 他们只好先将男人拘留 探员来到被害女性的家中 告诉他的男友 凶手已经被抓获 男人感慨争议终于得到了神章 就在探员无意的弹奏钢琴时 他想起了高音琴弦 男人转身就跑 拿起枪迅速逃离 原来当时女友被害时 这几个被害人都目睹了现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都不愿出面指证 为了尽快查出真相 他只能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指引探员尽快找到凶手 这样也正好惩罚了袖手旁观的几人 就在男人解释这所发生的一切时 女人一枪击中了他 男人当场被捕 至此案件就此搞破 但很快探员又接到了一起离奇命案 美女二百斤的小蛮腰 发生诡异的变化 肚子上的肥肉 开始不断的蠕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只见肚子越来越大 哭声一下 一只像小可爱的怪物跑了出来 妈妈咪呀 竟然是一只肥嘟嘟的肉宝宝 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 她的小蛮腰再次出现意外 又一只小可爱偷偷地爬了出来 这让她站而合上摸不着脚趾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还和主人打起了招呼 安娜彻底蒙了圈 而身上的肥肉已经不受控制 马上就要破壳而出 吓得她只喊救命 还没等闺蜜打开门 只见美女叭唧一下 攀早在地上 无数只小可爱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等闺蜜赶来时 眼前的一幕 让她顿时受惊了 窗户上的小可爱 对她挥一挥手 接着搜一下 就跳了下去 画面一转 安娜瘦身成功 当她被架在箱矿里 推出来的那一刻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原来300斤的安娜 现在瘦成了一道凉皮 除了樱桃小嘴 和卡之兰大眼睛以外 全身都是毛细血管 由于脸皮太薄 每隔一分钟就要喷水 不然就会干猎而亡 女孩走近一看 此时安娜的身材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简直太哇塞了 外星人很快得到消息 全都慕名而来 大脸想瘦成瓜子脸 他们有来自蛤蟆星球的 来自情侣星球的 还有来自神雕星球的 甚至是快乐星球 为了获得减肥方法 他们还带来了珍贵的礼物 木星公主送来了 最为珍贵的树苗 绿星球国王 为了想瘦成蓝精灵 送出了最稀有的口气 看到收了不少礼物 安娜感动得直落泪 终于说出了报受的秘密 原来她是吃了一种减肥药 而安娜是第一个实验对象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种减肥药不是用来减肥 而是女人要用脂肪 来占领整个地球 与此同时 所有吃过这个减肥药的人 全都发生了贬义 一只脂肪宝宝钻了出来 别看她单萌可爱 一旦脱离宿主 就跟成了精一样 搜的跑到了街上 司机来不及手杀 直接就碾碎了好几只 可这怪物实在是太多了 仅过了3.1415秒 怪物就挤满了街道 占领了整个城市 然而诡异的是 它们并没有伤害人类 而是一蹦三跳的 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 这一幕 把人们吓得愣在了原地 只见脂肪宝宝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 天空中出现一艘飞船 随着飞船越来越近 肥肉宝宝跟它打起招呼 一个翼的宝宝全都聚集在一起 在女人的指挥下 飞船发射出耀眼的绿光 下一秒 脂肪宝宝全都腾空而起 临走前 还不忘跟主人道别 它们坐上飞船 永远地离开了这里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有这么神奇的减肥药 能让你瘦成一道闪电 你愿意尝试吗 上一年前的古董竟然流出草莓酱 男人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赶紧抱来把它清洗干净 可就在他拿出掏耳勺 给古董剃牙时 工具却掉进了嘴里 他要进去拿 却不小心划伤了手指 那草莓酱还挂在牙齿上 哗哗地往下流 男人没有多想 只是简单地抱下伤口 可第二天展会上 男人目光呆滞地走来 跟大脑袋堆视一眼后 诡异的是 男人手指快速流血 眼睛也变得通红 随后大脑袋发出什么指令 瞬间控制住男人 穿着拿出匕首 朝着大领导走去 特工安娜看到这一幕 赶紧脱下高跟鞋 掏出兜里的手枪 立马控制住男人 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男人假装束手就擒 下一秒踢飞安娜武器 反过来挟持了女人 可女人突然发力 发起了反击 没有几下就把坏人摔倒在地 另一边男主在巡逻时 发现诡异的一幕 大脑袋竟然不停地流血 他想告诉别人 可其他人都好像看不见 没办法只好谨慎地靠前 快速拿起大脑袋 偷偷地离开了这里 可刚走没多远 就被地面绊倒 大脑袋滚到另一个男人脚下 正好警告他别动 然而这个男人十分神秘 他并没有理会 直接拿出个什么东西 放进大脑袋里 接着发生神奇的一幕 等陈好睁开眼睛 大脑袋已经消失不见 就连地上留下的血迹 随着大脑袋的消失 也自动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当时他拿走大脑袋时 有同事看见 如今大脑袋没了 不管陈好怎么解释 领导根本不信 没办法陈好只能吵了领导鱿 可回到家里 一个神秘女人找了过来 说她是新的上级 陈好看到拼用书 也是一脸的梦圈 第二天 他顺着导航来到荒郊野外 找到公司地点 紧随其后的还有安娜 这时大门突然打开 两人正想进去 一个大爷突然出现在身后 这时陈好掏出武器 就是他偷走的大脑袋 而这竟是他的工作 原来这是件神秘仓库 里面摆放了亿万件奇珍异宝 而展会上的大脑袋 只是仓库里的一个物件而已 然而可怕的是 看守这个仓库的人 都会莫名地领上合法 就在参观时 两人十分放松 并没意识到危险 突然一道白光飞来 还好他们眼急手快 勉强躲了过去 下一秒手里竟多出一个宝贝 并且里面啥也没有 大爷吓坏了 让他千万别动也别许愿 随后推来一大桶中和剂 打开盖子 让陈好把金虎放进去 脑子里千万不要有什么想法 不然就会实现 安娜十分好奇 于是抢过金虎 下一秒绷出个小狗 大爷尖庄 赶紧把许愿红放进容器里 幸好没许愿要只怪物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发生更诡异的一幕 男人嘴里念叨着什么 然后拿起油枪 次次往脑袋上喷 男人往脑袋上浇汽油 那汽油就像不要钱似的 足足喷了一个小时后 竟然拿出打火机 把自己给点了 我得妈呀太可怕了 很快烧成了烤全羊 只好两人看到这一幕 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就在刚刚两人审讯犯人时 男人突然脸色大变 嘴里说着什么咒语 诡异的事 屋里突然刮起音风 下一秒 男人直勾勾地走向他们 还好警员感到 即使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他们赶紧找到教授 根据录音内容 教授翻译出中文 这两字是什么意思 教授也不知道 随后两人一脸懵地离开这里 可教授好像故意隐瞒了什么 他从书架上掏出一本词典 将翻译内容进行对比 居然连标点都不差 随后教授被控制了一样 举起100号汽油 疯狂给自己洗澡 随后拿起火机 领了热乎的盒饭 这时管理员发现 优化上的发簪不见了 而这个发簪有种迷魂剂 可以蛊惑人心 紧急情况来到教授家里调查 果然找到一个奇怪的盒子 让人想不到的是 发簪居然不见了 这是个神奇发簪 瞬间发射出万丈光芒 凡是被光芒照到的人 眼神立马变得迷离 全被换人控制起来 甚至往脑袋上加油 不惜把自己做成烧烤 当成好找到宝盒时 却发现里面的发簪不见了 这时一个女人走进来 说她知道发簪在哪 两人丝毫没有怀疑 一起开车就出发了 这时陈好发现 女人头上发簪的形状 和盒子上的凹槽一模一样 急忙找理由想要停车 女人见状赶紧抢夺方向盘 谁知下一秒 车子失控突然侧翻 转了三圈半才停下来 还好两人并没受伤 快速逃了出来 而在一个舞会上 女人高举发簪 并且念出鲤鱼咒语 瞬间控制了所有人 就在马上举行火计时 陈好二人及时赶到 并用枪对准了女人 可坏人根本不讲武德 用发簪控制了安娜 只见她面无表情 把枪对准了自己 关键时刻陈好用电击枪 哭吃射中了同伴 这才把她救了下来 就在坏人要解决掉男人时 电击枪却失灵了 然而就在这时 醒来的安娜 扎尽一嘴巴子打倒坏人 然后抢走发簪 扔进中火记里 发簪的魔力很快消失 人们也清醒过来 愣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成功化解危机 而发簪装进盒子后 被永久封印在神秘仓库里 这是美剧13号仓库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原片 那么问题来了 本集中出现了魔力发簪 能迷惑人的心智 诡异的搭脑袋 能控制人的思想 纯同的金虎 能实现任何愿望 如果让你选择 最想拥有哪一件宝贝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